国家清浪网络空间 抑郁带动青少年理性上网 文明上网 引导青少年明辨是非 树立正确导向 华晨宇从自身经历出发 以艺术的方式响应国家号召 创作了一首积极阳光正能量的新歌黑白艺术家 号召大家文明上网 独立思考 远离职业黑粉引战 歌曲一经发布便引发全网热议 在半夜火速登顶多个热搜 目前单平台播放量已经近千万 许多人听到歌曲后都结合了自身的冲浪经验表达了各自的感触 留言表示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在一个良好向上的网络环境中享受生活 也希望每个行业能在健康的舆论环境中向上发展 职业黑粉是指被有偿雇用的专业黑粉 是一些以辱骂和造谣他人来盈利的团队 这些职业黑粉通过各种方式捕风捉影伪造并传播他人虚假的黑料 在群体中恶意引发骂战 甚至针对部分人士开展网络暴力 使网络环境愈发恶化 2021年6月15日起 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运动 从严处置网络中的职业黑粉团伙 批评 辱骂和造谣是截然不同的待人方式 所有言之有理的批评我都接受 其他的就别牢牢叨倒没尽头 强大的人面对恶劣的网络舆论环境可以做到笑对纷争我自翱翔天际 可是许多普通人面对着网络暴力很多时候寻求不到帮助只能独自忍受 但是无辜者本不应该承受这些痛苦 希望有一天之黑产业链可以被铲除 也希望所有人都能有一个良好温馨的网络环境 少些纷争 多些理解和同情 这是华晨宇的这首歌的意义之一吧